有同学问到第三题他说PQ都是整数 那方程式这个方程式等于0 和这个方程式有相同的一个正根 问数对PQ等于多少 那这个既然是整数的话 那有相同的正根 我们就要想说这个是不是刚好就是它的解 它的因式 这个如果是它的因式的话 那表示这个可以分出另外一个出来 那这个当然我们会想到的是牛顿整系数 因为它系数有整数一次一次解念法 所以我们可以先假设这个x等于a分之b是这个等于0的一个解 那ab是整数 那a就要整除前面的2b要整除后面的3 那我们发现这系数和不等于0 所以fe不等于0 这等于1不对 那如果基数像系数和跟我是像系数和相加也不一样 也没有成那个 就是a分负1也不会等于0 所以正负1都不对 那所以当a呢 就是这个等于正负1是不行的 那或者它可以是正负3 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正负3 正负3的话我们先把2减3减 我们用3看看 乘起来正3加9减2 那这个不行 这减6不行 不会等于0 那我们就用负3看看 如果负3的话那是负6 那这个算起来是负9 那这个再乘起来是正的27 27的话是16 那这样也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不行的 好 正负3都 正负1正负3都不行 那就是2分3来做了 那2分3我们先做2分之3 那这个是2乘起来是3加起来是0 0然后负11 这样不行 这没有 那就是负的看看 负的 那2乘起来是负3加起来负6 再乘起来是正9 那是减2 再乘起来是正3 刚好等于0 可以 那我们这个分母有2 所以要 所以要除以2 所以才是他的 这个除以2x加3之后的这个3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2x3四方 减3x平方减11x减3呢 它可以变成2x加3再乘上 x平方减3x减1 那这个显然 这个没有办法变成一个 由理 因为他的判别是b平方 9减掉4ac加4 这个不能开出来 不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所以这边呢 它的这个整系数2次根号的有理 这无理根应该是成双出现的 所以这个呢 系数都是整数的时候 要有这个正根的话 一定是只有 要符合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这个x平方加px加q 就要是这个 跟它同意 那x平方加px加q 同一点 跟这个同意的话 那这个x平方跟x平方系数一样 所以这两个就要相等 所以这个呢 可以知道说p呢 就会等于-3 那q呢 就是等于-1 所以我们的pq呢 就是-3 -1 好 看看这样有没有问题呢